參觀國防園區 軍方線上Q版小英 餐廳列印蔡英文滿臉笑容 只說好像 但原先說好要陪同的 國防部長高廣錡 說好要來又被怕說 求官臨時接襲 英權內閣主義到位 讀讀國防外交兩岸 被列為最高機密 相關首長人選 目前只有國防部副部長 可能底定 中科院在風雨之中 雖然520還沒有到 但是陽光已經進來了 只說小英像太陽 她是陳文正 蔡英文的國防政見 由她操刀 但她到入閣怒瞪媒體 閉口不說一切很低調 不過事實上不只副部長 國防部長傳出蔡英文口袋裡 有三文三將將成為候選大熱門 國防部長是蔡明憲還是高廣期 前國防部長蔡明憲 是當前大熱門 不只唯一文職 還曾推動軍隊國家化 但唯一缺點就是 曾經因為扁案官司纏身 蔡英文曾經親自站台 前陸軍司令胡政補 不只在軍中購分量 尚一件選立委 還獲得民進黨刻意離讓 唯一可能被挑剔的 就是當年在退部會主委 任內的挪用公款案 不過二審已經獲判無罪 蘭馬下鄉裡面的鄉長 所有就在將軍之稱的 參謀總長嚴德發 直升部長的聲音也不小 正因為變動最小 加上以軍種平衡來說 國防部長直稱空軍 海軍將領 剛剛輪完 陸軍將領是首選 嚴德發也不是沒有機會 哪個人能夠更序 能夠繼續推動軍隊國家化 而且能夠穩定軍心 這點我們覺得其實是很重要的 不管人選為何 新任國防部長的挑戰 也很艱鉅 國防自主 國艦國造 等都是蔡英文的重要政見 最後講若誰家 就等蔡準總統自己宣布 借泰比重爆